这个情况 他还是以主要进攻为主要目的 好 苏克兰 用剁关 旋转球按 旋转球按 轻轻的按 漂亮 看到吗 这个旋转 碰碰以后 你看他顺旋转还是往下 你看行程的角度要更实 刚才如果碰的八号 如果角度 说白了 旋转少一点 他就直接流出来 流出一个位置 可以回到三号来 这时候他看多酷了 还要看三酷 9号球就喜欢看他们防守 防守后以后 我来解 我把球解净 那种享受真的很好 一酷 好球 好像就左右次序搞错了 左右一半搞错了 不然的话 他想最终目的 想碰三号球的右边 右边以后 两球 负你以后 白球可以往七号八号 那个方向可以过去 单从比分来看的话 这几局的比赛呢 对于苏克尔来说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中拳 因为现在对中盘 对 而且如果拿到 比如说你现在打到9的话 那这个给张树春的压力 那又大了好多 所以这两盘球 对于这个苏克特来说 非常的重要 那我也观察一下 我觉得张树春现在失误 明显真正大 因为他采用的方法 开始进攻了 不管是说白了 就是机会很少的 或者机会很大的 他都在采用 赌博式的进攻 所以说 失误力蛮明显增加的 所以这个就要看 比如张树春 如果说能在短盘比赛当中 能够调整出来的话 那这个比赛还很难说 但如果调整不出来 那就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们提到了 在9球当中 你很难 你很难像苏克特这种 来遏制对手 你发现 真的很难 但是你看 通过这个挤杆 包括很多的感觉 苏克特在控制你 对 最明显的就是 上那个防守 防守 不进攻 防守一杆 这杆就是真的 没想到 超出想象了 其实这杆防守 比你进攻更难 对 切球的角度 找得很准 对 你的切球角度 还有旋转 还有 碰两颗以后 两颗心以后 回来到9球后面 这颗球更难了 就像你说的 九球防守难就难在 要对两个球控制 对 不像斯诺克 你只要对于母球的控制 因为它台面比较大 贴裤 增加距离 对 都是办法 在这里增加距离也没用 没用 你就贴裤以后 它可以翻带 好 你看 完了 就8比4是吧 8比4 你看我输快赢了几盘 你看这9号球 都是停的非常好的位置 你看 这下张初晨的压力要大了 有时候我没说笑 等他们打完8号 走到9号以后 换个选手 换一个小的选手 小选手去打 也能打进 别换别人 换我 我都能打 你看 苏克兰 所以说 我看他们 你看 现在 上午我看他台子上 那条印 非常延伸 非常深 有时候9号就是靠 靠延肝 我们所说的就是 延伸肝法 这跟张初晨 这是属于失误 但是这种失误 我们提到的是 可控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失误呢 其实刚才孙志郎也提到了 因为现在张初晨 采用力量 要脖的打法了 他现在你看 好像 苏克兰有的反 发生了 因为他知道 你看 还好 我以为要进中弹了 但一号 一号 有 可以 应该是有的 有 那个角度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是 一号可以 可以不用 借八号吗 你的意思 对 用主球借一号 可以撞六号 或者直接用一号 撞八号 也可以 看看这一杆 还是应该有难度的一杆 我想他不会应该防守 防守就一放弃了 真的 真的机会很难 很少 有时候 等他们跟世界高手打完以后 有时候我们也想问问他们的感觉 他说真的 他怎么事物这么少 就是机会得到太少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一方面 当然跟年纪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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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也跟比赛的经验 对 这个 因为毕竟 像索奎特这种 怎么说大风大浪 对 这个 这个100 你说刚才看的 刚才说的150 160个冠军 660个冠军 正规比赛冠军 这个不是吹出来的 吹出来的 这是打出来的 就是 索奎特呢 在当时在 89年的时候 就获得了欧洲年度最佳球员的称号 此后呢 从89年到99年 每年都是驴油斩获 不是冠军 就是季军 确实非常的出色 而且对于像索奎特这样的球员呢 好球 你没办法 没办法 你不失误 你怎么办呢 你说 那 昨天他打第一场的时候 关注很多 就是 因为 知道他世界排名第一 想看看他到怎样 他第一局打的时候 然后控制能力的对手的事物也偏多 你看像今天的第二局就好很多了 完全完全就能控制整个比赛节奏 这个是可怕的 拉杆一颗两颗 为了避免母球袭弹 这时候有一定的难度 他想拉地杆一颗以后可以到6号走7号这样方便一点 他不想撞这6号 撞6号以后 主球的角度会停留在下面 对 这是张苏干在正常范围进打范围里面最严重的一次事物 对 这就是压力下形成的事物 你看他落后了4局以后 他心里有点想法 好了 看看苏干 应该非常稳 苏干 也出现了失误 也出现了这局 唯一一次 每能出现一杆失误的 这局 脸好像像说好似的 说好了 你失误一个 我也失误一个 好 张苏文应该机会 大手的 他不会再放了 还有 这个8号有一点 他在看 7号怎样走 能走到8号 像我们过去打九球 那个白色的那个主球上面应该没有点的 现在为了转播方便 让观众看看这个球的旋转 旋转变化 你看 他增加了六个点 非常好 看得很清楚 对 看得很清楚 看这个走球 对 这个角度好像有点支的 你看 你看 一酷两酷 你看 有点支的 他发大力 像碰酷有起来 你看 这个球有一定的风险 对 因为8号离带口太近了 所以说你往后拉 有点困难 所以说 看张苏文应该是 但是非常 先打进再说吧 就是 你以为9号球的位置不错 不错 打进再说 差了好多 我心里希望他打进 但是有时候知道这个球 他肯定要走9号 非常难 因为要借带口 所以说一直在说借带口 借带口 就是这样 你看 张苏文留给苏克尔机会太简单了 而自己形成的角度 击打球的难度 真的是很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苏克特和张苏春的这种差距 就是你看苏克特的球 像这种球 他宁可不打 他通过防守来把包袱扔给对手 非常简单的一颗星 对 一颗星 这个力道你看看 稍稍过了点 对 稍稍过了 但这已经非常好了 可控范围之内 有时候像他们这个链球 其实很多链球东西都很简单 就是控制 就是他们两三杆里面 必须做到同一个方向 这个有点难 就是你打出去球以后 同一位置去击打球 碰一酷以后 或者碰两酷以后 这主球还是停在那个点上 这个很难做到 有时候打 我们打应该能做到 但是时间长了 真的很难做到 单从比分来看的话 苏克特离胜利已经不远了 对 九亿四的比分 这个在九球当中已经是蛮大的一个份量 对 很大差距的 再况且呢 我们提到了这个毕竟现世界排名第一 那对于张淑春来说 确实 对 我就还是还是一句话吧 享受比赛吧 对 因为输了不是代表就被淘汰了 对 这个那就没关系 其实你跟苏克特离胜利打一场比赛 你能